現在大家都要防疫 防疫 怎麼防疫 你要有東西 你要有工具 你需要什麼有力的器材 現在我們知道 其實大家一般大家認知就是說 酒精是可以消毒 但是其實還有很多的途徑 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選擇 我們現在知道是說 現在有包括 不要說是企業了 剛剛我們不是在一直討論 就是明天就要回來的保平信號嗎 保平信號要靠近基隆了 結果現在基隆港務局也是嚴正以待 嚴正以待一聽說說 現在有所謂的次氯酸水 這東西其實是有消毒殺菌的作用 馬上就跟這個企業來去洽巡 是不是希望 因為最近這個企業 水生他們有免費在提供 提供給弱勢的人 給很多需要幫助的人 機場 港口 都是免費的提供 結果剛才我們聽到 有最新消息說 基隆港務局也去洽巡了 好 我們就要來了解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到底它能夠怎麼樣 幫助我們來防疫 對 我們現在現場其實也請到了 包括了我們三種的醫師 主治醫師 我們的醫師叫祝年峰祝醫師 祝醫師 也曾經是嘉義的 衛生局局長 是 公衛專家 今天也來幫我們了解一下說 我們這個次氯酸水作用 而且今天的業者 也請到了我們的水神的 總經理高雅林高總 到現場來告訴我們這個公益活動 到底我們怎麼樣來做發送 怎麼樣來進行 是 高總 好 其實在這一段武漢肺炎的疫情 一直持續攀升 其實我從過年前電話 就響個不停了 在過年前其實第一個 跟我們聯繫的一個政府機關 其實就是移民署 因為過年前非常多 台胞的一個往來 那時候大陸的疫情 已經開始蔓延了 移民署當時 其實很希望我們去協助 他們做一個海關的防疫 因為大家知道機場是第一道防線 我們怎麼讓機場是一個 可以確保的一個安全的地方 才不會讓我們的病情 蔓延到台灣來 所以當時我們收到 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們趕緊在過年前 到機場這邊 看了他們的環境 幫他們協助 我們安裝了我們水神的 次氯栓水的生成機 在他們的機場 現在你經過機場的時候 你會看到我們在通關的時候 那個自動通關 可能要刷護照 要刷手指的那個地方 其實都會看到我們的 水神抗菌衣在那邊 讓民眾可以在 刷完關了之後 協助拿來噴 對 這個是我們在機場 在過年前我們就已經開始了 接下來其實非常多的機關 包括內政部 包括移民署等等的 包括我們現在 連機場的航警局 其實我們都協助他們 來做一個防疫的產生 剛才主持人這邊有提到 這其實是剛才我進棚來的一個 一直在處理的事情 因為大家都知道 明天郵輪要入港了 對 明天郵輪 就要進到我們的基樓港了 剛才我的手機 因為其實我們跟警政署 都有一個群組在 我們一直隨時保持的密切的消息 警政署這邊希望我們趕快 趕快是不是協助他們來做防疫 原來他是希望 我們警政署這邊有六台 幫忙包括保醫總隊等等的 去幫他們安裝 這個水神的一個生成機協助 因為這些警察 其實他必須要去 第一線的 對 去第一線 這些人不管是從機場回來的 坐郵輪回來的 他都要去運賽商門 所以第一道的防線 到底我們要怎麼協助他們 結果剛才臨時又趕快打來 確定郵輪要來基隆了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優先 優先趕快先到基隆港務局 去幫他們安裝 我趕快就回覆他們訊息 所以我們的人員 已經準備好了 隨時等他們給我們地點 我們就過去了 今天晚上 我們就會把那台機器給裝好 甚至我們必須要裝到兩台 因為那個郵輪裡面 直接高塔了1700名的乘客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每天在做的是什麼 那他是要裝到哪裡 要上船 要有專人帶上船 這個部分我們的專業人員 到了現場會去勘察 到底哪樣的環境 他們的取得方便 因為最重要是我們希望 他們有源源不絕的水神抗拒液 他們怎麼用都沒關係 因為現在最缺的是什麼 現在他如果只有這樣的小噴瓶 只有這樣的桶子 他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把它裝的是那個 他只要接上水跟電 他有源源不絕的 這樣子的生成這個抗拒液 他們要怎麼使用都可以 對 所以我們就是把機器 對 他可以物化 對 我舉例一下像機場 機場的部分 我剛才除了說通關的時候 他們有擺這種給大家噴 其實如果有發燒的病例的人 他們還在他們特殊走道 擺了我們的物化機 物化那個環境 就是確保這些通關走道 它是安全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提供的是 深層的設備 因為我們深層的設備就是 他們可以怎麼用 他們可以依照他們 實際勤務的一個動線 來隨時來做一個安排跟調整 但重要的水不能沒有 所以我們把它的設備給安裝好 讓他們有源源不斷的抗拒液 可以隨時來做運用 所以你現在裝的那個是設備 一般可能其他他就是 裡面你要是裝的是 那個次氯酸水 可是您剛剛講的 就是那個機器它其實是 你裝一般的水 插了電 我大概也形容一下這個設備 這個設備其實是我們 老實說我真的覺得 我們旺旺集團的蔡衍明主席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有愛心 這個設備其實 它是投入了數十億的基金 40億的金錢 我們已經研發了好多年 所研發出來 這是從日本來的一個技術 這個設備其實就是 它透過這個機器水 它透過水透過這個機器 用電解的模式 產生了次氯酸水 所以它其實是透過電解 產生我們所謂的學名 叫做HCLO 對 這個東西 其實是溫和不刺激的 我們又叫它說是 微酸性的次氯酸水 對 它跟一般的酒精不太一樣 我們怎麼形容它 1CC的微酸性次氯酸水 1CC的水神 它等於1CC的 不刺激肌膚的酒精 因為我們都知道 酒精其實是會刺激吸膚 所以有些人 其實會對酒精過敏 對 可是現在其實酒精真的 其實連一瓶都難求了 對 我們的水神抗拒疫 為什麼它會好 第一個 它溫和不刺激 有一些孕婦孩頭 它其實是不能 可能不太能接觸酒精的 對 但是水神 它基本上它是不刺激 它是孕婦孩頭 都可以適用的 我們也經過 非常非常多的安全的認證 所以剛才我要說的是 為什麼要有那個機器的產生 因為你現在讓港務局 他去準備酒精 酒精根本就沒有了 那他怎麼去做消毒 對 那就要用這個 對 我們裝了設備之後 它就有源源不絕的 源源不絕的抗拒疫了 你這是公務機關還是免費的 我來舉兩個實例好了 以前在我們嘉義縣 或是在登革熱或腸病毒的時候 我們對於幼托醫院所 可能要全面的消毒 那時候本來用的漂白水 但是有時候小孩子 小朋友 他們比較不耐受 所以我們就用了這個 刺濁酸水來取代了這個 另外在登革熱的時候 也是一樣 很多家庭裡面要消毒 我們也是利用了這個 這都是免費提供給我們 嘉義縣衛生局 我們也免費提供給我的民眾 跟業者來使用這樣 其實當時嘉義縣 因為當時好像水災 在水災的時候 對 一樣我們也是很擔心就是 因為在消毒 其實沒有做好的話 到最後其實疫情是比較難收拾的 我們當時也是希望 提供的是這樣的設備 讓嘉義縣政府 可以讓民眾來提水 對 來提水 讓去做居家防疫這樣子 所以這是公益 所以這是公家機關 然後還有包括您剛剛講弱勢 或有孕婦的 孩童 或者是什麼 是低收入嗎 應該是說 剛才我講的都是政府機關 我們協助他們第一道防線 除了政府機關之外 其實我們從前兩天開始 因為其實政府機關是第一關 這些我們要在機場 陸海空 第一線把它防疫好 陸我們現在有計程車車隊 也開始用整個抗疫力來消毒 海 剛才所說的基隆港物局 空 機場等等我們都做好了 接下來要做的是什麼 社區 社區很重要 現在很多人一罩難求 口罩沒有了 酒精買不到了 可是還是必須要防疫 防疫是不能有漏洞的 所以從前天開始 董事長給我一個很大的指令 告訴我他要全面開放 我們90個 90個補給站 抗拒疫的補給站 就是有裝設我們這樣 生成機的補給站 全面開放讓民眾來取水 去做防疫 我們目前這樣的公益活動 其實這幾天真的響力 非常熱烈的響應 我們目前還沒有開放到 全民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也擔心人潮 再造成一個群聚 其實也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現在優先開放的是什麼 長者 家裡有長者 65歲的老人 再來還有一個孕婦或媽媽 有領友孕婦或媽媽手冊 或兒頭手冊 再來還有一個低收入戶 這些人是平常沒有辦法 花錢去買抗拒疫業者的 買抗拒疫的人 而他的居住環境 又不是那麼好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林里長 我們真的很希望 林里長共同來響意 為什麼 林里長其實我們開放了 一天有50公升的一個領取 我們希望他領回去之後 分裝給他的禮民 因為我們知道所有的感染 都是從一個人到一個家庭 到一個社區 這樣慢慢擴散出去的 所以我們希望做到滴水不漏 我們希望林里長 趕快來響意這個活動 來我們的加水帶提水 回去分裝給你們的禮民 讓每個禮民 都有我們的抗拒疫 可以隨身攜帶的來做防疫 這個活動從前兩天開始 其實真的也非常非常多的禮長 來做這樣的服務 甚至這幾天有立委辦公室 一直在跟我說說 是不是我們立委辦公室 也可以加入里長的行列 不過想請教高總 剛才講說一些弱勢的族群 包括長者或是說孕婦 他們現在可以去領 但大家會很擔心說 是不是有什麼安全的認證 就我使用起來 我是應該安全無虞的 是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水神這個商品 其實我們已經經營了10年了 這10年來 我們花最多的時間跟金錢 在做什麼 就是他的檢驗 我們其實全球有超過 120份的檢驗報告 檢驗什麼 一定有效 一定很重要 再來還有一個安全 安全的報告 所以其實這都是我們 幫我們檢驗過的一些機關 包括SGS FDA 台美等等的 在安全性的部分 其實我們做過了 包括口的 入口的 包括眼睛的噴 包括整個鼻子的吸露 甚至皮膚的刺激 還有皮膚的病變 我們都做過安全性的測試 它完全是通過的 其實像這樣的抗菌液 其實真的 你就這樣噴 可以直接這樣嗎 可以 直接噴 可以嗎 因為它這個比較沒有刺激性 不像酒精 我們絕對不可能噴眼睛的 我們酒精大概都抹在手上 然後冰眼 它這個汁入山水的 唯一的優點就是說 因為它沒有對黏膜的刺激性 甚至還可以拿來喝漱口 我們有漱口水 一樣的成分 我們有做成觸口水 在市面上翻手 是喔 對 市長 請教一下 請教一下 你感謝你們 這個你一個綠就CL 你剛剛講水 水裡面的CL是從哪裡來的 請教一下 鹽裡面才有CL 我們並不是從鹽 從哪裡來 我們其實是透過電解 所以是 電解什麼 石油鹽酸 SHCL 我們是用電解液電解的 它本來是電解液 對 它透過設備 我們不是加鹽 我們不是加鹽 高總 現在有民眾想要去這些據點 你要去提令的話 他是不是在裝的話 他有需要一些注意的事項 是 其實我們現在唯一一個要求就是 你一定要是乾淨的容器 我舉個例子好了 其實這陣子真的很多民眾 他拿著自己家裡的瓶器來 有些人可能汽水剛喝完沒沖乾淨 或者有些人果汁剛喝完 甚至我甚至還看到 我自己到門市現場 有人拿堅果吃完的桶子 根本只是倒掉 裡面還有瓦瓦拿來裝 乾淨的容器真的很重要 你就是要準備一個乾淨的容器 再來還有一個 他怕陽光 他怕透鮮 對 所以你拿到了之後 因為現在你說要透光不透光 老實說應急的狀況下 我們真的每一個都會幫你服務 像這樣就是不透光的東西 對 這樣是不透光 當然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拿透光的 你要怎麼樣 回去千萬 不管透光或不透光 你都要放在陰暗處 最好藏在桌子底下 紙箱裝著 抽屜 甚至你放在床底下 你就是不要讓他接觸到光線 這樣的效果會是最好的 但是我還是要說 為什麼我們有一個量的限制 第一個 我們不希望 大家去囤這個東西 我們希望他拿到了之後 趕快用到 用完 因為他的 有時效的嗎 讓他保持最好的效果 重點還有一個防疫不能省 你不要囤在那邊 好像有需要我再用 結果到時候你囤了很多 結果排隊人潮 消耗不完 結果別人領不到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其實真的 大家就是拿多少用多少 我寧可讓你們怎麼樣 天天來提 但是你也不要 我要囤好多 我放在那邊 等我有需要再來用 反而造成別人 別人領不到 對 現在真的防疫物質很缺 大家市面上看到什麼酒精 乾洗手 剛才講的次律酸水 真的是大家在瘋牆 我們現在要注意的是 像這些東西其實可能 都標榜有什麼消毒 什麼殺菌 其實中間的差別在哪裡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用一張很簡單的圖表 跟大家講這個 其實不管是赤瑞酸水 赤瑞酸鈉 或者是酒精 其實都有消毒的 殺菌的一些的效果 但是因為我們在醫療院所 譬如說我們在醫院 大概就很習慣用酒精 因為不管在哪裡 酒精砸傷口 清洗傷口等等 在家庭 其實在日本我們常用的 它這個剛出發展 為什麼在日本 譬如說它的飲食店 或壽司店或是生魚片 它很多這種手摸 觸控的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 在整個餐廳 就一直噴赤瑞酸水 做霧化 然後讓整個餐廳的餐具 也是比較乾淨的 那個餐飲用的環境 也是比較乾淨的 然後慢慢慢慢才衍生出來說 其實它攜帶型的 或者是家庭的 噴霧型的 氣化型的 事實上酒精當然還是我們 最常用的消毒的 但是其實現在一講完了之後 酒精就不夠了 我們其實希望 醫療院所的地方 有酒精的洗手液 然後激入酸鈉水 像我們的漂白水稀釋 但其實也是 這是我們食藥署跟機關署 都同意大家來消毒的 但是如果像比較小的小朋友 或者是皮膚比較敏感的 你用了比較高濃度的 這個漂白水的時候 它還是會比較過敏 會起紅疹等等 所以到最後就才會有 刺入酸水的發展出來 第一個 它殺菌的效果一樣 第二個 它對黏膜 沒有什麼造成的傷害 甚至我們剛剛高總 他用噴的或喝的 這事實上他就是證明說 你直接接觸它並不會傷害 而且也達到殺菌的效果 所以剛才所長我問說 有沒有經過食藥書認證 這個是包括SGS跟 像我們其他的這些檢驗的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殺菌的效果 包括不只是細菌 還有病毒 還有一些其他菌 像我們的酒精 也是對病毒比較沒有效果 我舉一個 剛剛我就特別講的一個例子 就是像我們的登格勒 跟腸病毒的時候 特別是腸病毒的時候 我們因為腸病毒 很多都是小朋友的家庭 或是學校或是托兒所等等 你怎麼去噴到整個學校 或托兒所 安清班裡面 這個就是我們一個替代的方案來做 這樣 是 來 高總 其實剛才有提到 到底有哪些菌 其實我從這個圖表 就可以看清楚 我瞧一下其實包括酒精 剛才我所說的次氯酸納水繩 其實剛才朱醫師講得非常好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水繩這一張 它整個是有效 而且最重要它溫和不刺激 我旁邊所寫的這些 不管是病毒還細菌 這些我們都是有檢驗報告的 對 當然剛才有說到次氯酸納 當然次氯酸納尤其漂白水 它也是可以的 但它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它的強檢性 它會產生很強的一個刺激性 所以對人體是比較有傷害的 酒精當然也是刺激性 但有一些病毒 它其實是沒有辦法 去做一個對抗的 所以這個表其實就很清楚 可以展現次氯酸水 跟一般其他的消毒成分的 一個比較這樣子 那要噴哪裡 全身上下這樣噴嗎 其實我們比較暴露的 譬如說你看你的手 你的臉 對不對 經常暴露會抓來抓去 我們不是講說這次戴口罩 結果為什麼大家戴口罩效果不好 因為你口罩不可能一天戴24小時 你會拿下來 我平常病人摸人 摸病人的手或是什麼 你又回過來摸你自己的口罩 像我在看診的時候不是就這樣 口罩一會戴 一會脫 你一直戴著 你很難過 那怎麼辦 用那個噴口罩 有時候可以噴一下 然後你的手或者是其他臉 這些都是可以的 我自己的小廟方 因為現在真的一罩難求 在一罩難求的狀況下 我真的還是要呼籲 有一些醫療用的 還是真的要留給第一線的 再加上還有一些真的要進出醫院的 慢性病患者留給他們 平常我們怎麼防護 其實大家可能都有這種布口罩 這樣的布口罩 我自己的小秘方式 這樣的布口罩 我還是有一些遮蔽 有遮走比沒遮好 所以我就會讓它前後噴 前後噴 加強它的防護 用我們的水神前後噴 噴完了之後 讓它乾了之後 我把它戴上去 像這種口罩 這種口罩我也建議 因為現在一罩難求 一個禮拜只能離兩片 怎麼樣的狀況我要戴的時候 當我戴的時候 我也會把它前後噴一下 醫生 這樣OK嗎 當然我們不希望 這個原來的外科口罩案這樣用 如果像我們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你看我們四個小時看一個門診 換一個口罩 或是開一個刀換一個口罩 其實是應該的 不應該再重複使用 但是現在不管是醫學中心 或者是門診 大家都還在一直喊說 口罩不夠 口罩不夠 其實我們口罩戴的最重要的是 就是避免你自己的一些的 脫衣或分目衣物 噴到別人去影響別人 然後這個殺菌 只是讓它殺菌的一些效果而已 高總還有什麼小撇步 其實我們剛才一直在講口罩 現在還有一個地方很危險 大家一定要注意 其實就是你的鞋子 鞋子的部分 大家每天在外面採 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沒有採到人家吐的痰 對 其實現在已經有人說 整個採到吐的痰之後 你不小心走進家裡之後 你反而造成居家的感染 所以一定要強調的是什麼 你室內 室外一定要分清楚 你鞋子不要把它穿進室內 你就是在室外脫掉 而且每天記得要抗菌 記得要噴一噴它 做消毒 對 不要讓你的鞋子 反而成了你的橄欖途徑 因為有些人真的是 把鞋子穿到門裡面脫 脫了之後 鞋子可能踩到一些病毒進去 你反而帶進了家庭裡 這是我真的要強調 還有電梯 電梯真的也很重要 它除了是密閉 還有每個人都去按 所以進電梯的時候真的噴一噴 噴一噴了之後 大家來按 真的一定要做到 每個人多一個人防疫 其實多一個家庭安心 這個社會上 其實我們的病例就會控制得很好 而我們就可以走過 這一場防疫的戰爭 這真的是我要呼籲 這真的免費提供做公益 是 我真的希望林里長們 林里長們可以多來享一張活動 好 廣告 馬上回來 我們可以做到 台北啊 議員生 不干擇 。